八十位第一郭东的童子军,他们今天牺牲了假日,分布在全市各主要路口,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上面写着你先我后,你行我停的醒目标语,向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展开一天的交通安全礼让宣传服务。 在中正路与三名路口,有许多违规超车的计程车,驾驶人不但忽视了童子军的服务,而且也是造成交通紊乱和车祸的主要原因。